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出台了很多人才房的政策 50% 60% 要盖这种人才房 要盖这种保障房 对吧 所以这个东西你一定要小心 千万不要再走入过去的老路去 深圳的房子有可能 不会再让你像那么疯涨 让你再重新来一遍的 但是第二个 既然朋友们问嘛 那胖子也就说一说 我觉得哪些片区的将来发展当中会好 只是说这个地方发展将来会不错 不代表我说这个地方房价就要涨了 所以你一定要自己判断一下 首先第一个哪呢 光明新区 熟悉深圳的人可能知道 深圳原来老的六个区啊 关内关外等等 这个光明新区原来是个街道办 后来呢比较大 它给单独的分出来了 为什么说它呢 因为我们的政策点不说了吗 要以深圳为主建地 要建设什么 综合性的国家科学中心 哪弄国家科学中心啊 深圳有一个光明科学省 对不对 目标是世界一流科技创新高地 所以根据这个定位的话 中科院的那个分院放在哪呢 就很有可能这个地方 所以大家可以重点关注这儿 将来在科研上啊 在整个这个包括清华北大哈工大等等的 他们的这个进一步聚集的这个产业啊 就可能在这里 第二个 看这个海洋新城 因为文件里还说了 说这个支持深圳加快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 对不对 所以呢 在深圳这个机场北到东莞 就已经快出去了 东莞之间呢 它有7.44平方公里的这个海洋新城 人就叫海洋新城吗 所以如果这相关产业的话 应该会在这个地方 第三个 前海片区 这不用多说了 前海的房子现在已经是深圳最贵了 胖子是眼睁睁看着它 这几年时间从两万涨到二十万的那种啊 所以咱不说房子 但是前海将来一定有发展的 前海不仅仅是这个创新服务业的这个试验区 而且呢 如果将来深圳还能有在这个金融方面 能够进一步的分一杯羹的话 在前海这个地方 应该说 它叫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